台北市松山区有行动不太方便的菜饭摊商 骑着没挂车牌的电动三轮车拼装车要收摊回家 不过当时被警方拦查取缔 开了他一张3600元的罚单 同时也依照规定必须要把车给拖走 但是这样的处理方式却让摊商非常生气也很无奈 因为他们夫妻两个人行走都很困难了 这一下子没有代步车来载货 只能够一步一步的慢慢推 整体事件被扣在网路上引发热烈讨论 摊商准备收摊回家半路却被警察拦下 男子骑着三轮车载着满满货物跟妈妈被警方质疑 怎么会没有车牌 三轮车没有牌能不能上路 双方为此僵持不下 最后警方不止开单还强行把三轮车给拖走 身材工具就这样被拖走 行动不便的夫妻两这下真的没办法做生意 又气又无奈 警方在台北市松山区的草浦市场附近 拦查到这辆电动三轮拼装车 确实没有车牌 不过摊商却说在地摆摊将近三十年 行动不便才会用拼装车载货 过去也有尝试申请车牌 但就是拿不到 警方强势执法让他们很难接受 市场到住家这一小段路没了代步车 行动不便的夫妻两现在只能用手推 一步又一步慢慢把货送到市场去卖 附近摊商将影片铺上网 引发良机化讨论 警方强调是依法执行 但面对勤理法之间 该怎么拿捏判定 恐怕是真的很难 记得朋友预备帮忙加特别的